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和立春老师一起来学习 小杨上山儿童汉语分级读物 第三集第七册 云飞的小公园 我们看到封面上的近处 有一只张着翅膀的小麻雀 远处在柳树上还有两只小麻雀 其中有一只麻雀张着翅膀都快要掉下去了 他们俩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在树下有两个小朋友 好像在玩木头人的游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云飞的小公园 云飞家门口有一个美丽的小公园 公园里花红草绿 蜜蜂和蝴蝶飞来飞去 喝着花蜜 大人们三三两两一起走着 有说有笑 小海和她的妹妹小兰 来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社区小公园 公园里有我们常见的健身器材 地上有小麻雀 天上也飞着小麻雀 有老大爷们在下象棋 还有看棋的人 还有老奶奶在乘凉 还有小朋友们在玩 比如翘翘板呀 还有转盘的健身器材 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面飞来飞去 这里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在捕蝴蝶呢 妈妈你看 小海他们来了 我要去找小海和小兰玩木头人 可是你出生只有七天 去不了啊 妈妈说 在这么大的公园里 是谁在说话呢 好像是从屋檐下传出来的声音 高高的屋檐下会是谁在居住呢 屋檐上面有好多麻雀 在飞来飞去 有的麻雀还停在电线杆上 小区里面有一栋一栋的房子 这些楼不是很高 所以大树和房子中间相应乘去 是啊 云飞的翅膀太小了 小云飞不哭了 多吃虫子 多睡觉 好好学习飞得早 原来住在屋檐下的是麻雀妈妈和麻雀宝宝 麻雀宝宝的名字就叫做云飞 他刚出生只有七天 还很小呢 云飞吃啊吃啊 睡啊睡啊 学啊学啊 十天后 云飞飞出了家门 飞到了小公园里的大树上 土里画的是云飞 还是一颗麻雀蛋 以及他刚出壳 慢慢的长大的过程 到后来 小麻雀云飞就可以离开妈妈的家 飞出来了 说话的时候 云飞出生只有七天 在十天后 云飞就飞出了家门 也就是说只需要十七天 云飞就会飞 并且长大了 没错 小麻雀从麻雀蛋破壳开始 到离开潮会飞 只需要十七天左右的时间 他长得是不是很快啊 云飞开心的说 我是云飞 我来了 我来了 他快乐的飞来又飞去 你好云飞 我是小月 小月你好 我们一起玩好吗 云飞在天空中快乐的飞翔 在树上 他见到了另外一只 叫做小月的麻雀 小朋友 你仔细看一下 云飞和小月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都是麻雀 而且是同一类别的麻雀 但是云飞塞边的羽毛 颜色会深一些 有点发黑 小月呢 塞边的羽毛会有一点偏红 这是因为云飞是一只公麻雀 小月是一只雌麻雀 云飞和小月 学着小海和小兰玩起了鞦韆 后来 它们又飞到翘翘板上玩 原来云飞和小月在用柳枝 荡来荡去假装在玩鞦韆 这个小男孩和这个小女孩 分别是小海和小兰 它们应该是哥哥和妹妹 这里是翘翘板 云飞和小月也假装在翘翘板上玩呢 小海和小兰在树下玩木头人 云飞和小月在树上玩木头人 大家玩得好开心啊 一二三木头人 小朋友你会玩木头人吗 妹妹小兰捂着眼睛 哥哥小海在后面 捂着眼睛的时候哥哥可以动 一旦说了一二三木头人就不能动了 云飞和小月在柳树上玩木头人 哎呀小月好像快要掉下去了 天黑了月亮出来了 哥哥你说小鸟们回家了吗 上床睡觉了吗 小鸟长大了不回爸爸妈妈的家 它们在树上睡觉 可是哥哥下雨的日子 小鸟们有雨衣穿吗 没有 对了妹妹我们给小鸟做一个家吧 一个小草做的小小的家 太好了一个草家家 天黑了月亮出来了 透过树影云飞和小月相拥着在树丛上休息 小海和小兰已经回家了 它们通过窗户看到了麻雀 有人在健身还有人在遛狗 可是小海和小兰没有玩木头人 哥哥快来给小鸟做草家家吧 加水加土再加两把草 云飞和小月一起来做草家家了 小海和小兰带来了废旧的纸箱 胶带剪刀还有水壶 然后剪了很多的草 来做草家家 草家家就是人工麻雀窝 云飞和小月也过来帮忙 它们叼上了羽毛 羽毛对于鸟窝也是很有用的呢 草家家做好了 很快云飞和小月做了爸爸妈妈 它们在草家家里生了六只可爱的小小鸟 小可爱笑一笑 多吃虫子多睡觉 好好学习飞得早 小海和小兰为两只麻雀做的草家家 就放在窗户外放空调主机的地方 云飞和小月住在了里面 它们做的这个草家家 有屋檐有墙壁 真的可以遮风避雨呢 一定很舒服 尿窝里有了六只小宝宝 这六只麻雀宝宝一定会和云飞一样 在十几天之后就会长大 飞离他们爸爸妈妈的家了 每一个小朋友住的生活环境里 都会有很多的小动物 小朋友 你的家附近也会有很多麻雀吗 以及其他的小动物吗 如果我们善待这些小动物 那么我们也会收获到很多很多 和小动物一起生活的乐趣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朋友 一起和立春老师玩一下读后小游戏吧 下面的句子你会读了吗 每读对一句 就给他旁边的星星涂上颜色吧 早上 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小公园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吃着早饭 下雨了 你穿上雨衣再出门吧 小朋友 小朋友 你读对了吗 请沿着不同颜色的线 给每个字找一个好朋友 雨 衣 秋 千 木 头 雪 雪 习 请把图和对应的句子连在一起 人们在公园里有说有笑 小海和小兰在玩秋千 小鸟出生了 第三集总共有一百八十个字 这一页是第一集的一百二十个字 第三集新增六十个字 红色格子里的字是本侧的重点字 本侧超纲字有三个 给 加 土 去味小问答 小朋友 你觉得公园是谁的呢 是大人的 是小海和小兰的 还是小麻雀 云飞和小月的呢 立春老师认为 公园既是大人的 也是小海和小兰的 同时也是小麻雀 云飞和小月的 没有了小麻雀 还有其他动物的公园 少了生气 少了很多乐趣 公园不仅是我们人类的 也是生活在其中的 花花草草 虫虫鸟鸟 等各种小动物们的 小朋友 你认为呢 你们家附近有小动物吗 你们会怎么和它们相处呢 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 不仅有家人 有邻居 还有7居在社区里的小动物 故事里 小海和小兰在社区游乐场里 第一次见到两只小麻雀 就记住了它们 它们很关心小麻雀 还为它们做了人工麻雀窝 就这样 孩子们学会了关爱小动物 小麻雀 则安心的生活在人类中间 大家和谐相处 欢乐而美好 本册字卡 闷 和 巴 妈 得 着 亲爱的小朋友 恭喜你 你自己读完了这本图画书 你获得了小杨上山分级读物 第三集荣誉证书 还获得了三个大大的赞 游客 oui 哦 我 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